你放这儿吧 你放这儿吧 这个是我们今天早上用过来的一个液体有机肥啊 这个罐是一吨的 因为我们这个基地呢就是每年需要这个液体有机肥比较大 就是每次用都是成冬冬瓜去用 让它比较划算一些 可能有些人经常到我视频看啊 就是我们用这个液体有机肥 了解啊 这个液体有机肥到底是干嘛用的 它用了以后效果怎么样呢 它的优势在什么地方呢 因为我们平时用的这个有机肥啊 你输到土壤或者是机制里面去以后 它是需要在生物菌的一个分解情况下 才能被这个作物吸收利用 但是这个分解的速度呢 可能就时间长了去了啊 有的是几个月还是几年时间才能去彻底去进行分解 去降解这些话 而这个液体有机肥呢 原材料同样也是我们尝试动物的分边的啊 包括一些植物的结杆之类的啊 利用特殊的技术 这个技术就是西北农林大学 刘孙首老师他的一个专利技术 去进行快速的降解 据说几个小时就可以降解成功了 但是这个技术因为是原理这块咱们不懂啊 这是刘老师的专利啊 然后就是说你使用以后呢 它会迅速的被作物吸收利用啊 这样的话就达到 好比说这一次是用了二十公斤 那么可能几天时间这二十公斤 就可以完全满足这个作物这个吸收啊 需求这个量了啊 就是提升了它的一个吸收量啊 这样的情况下更利于这个作物的掌势 包括提升作物的品质 你想我们吧 有很多的一些朋友就说 为啥说我们这个口感非常好呢 无论番茄啊甜瓜啊之类的 是这样这个液体有机肥 它也起到一个很大的一个帮助啊 因为在我们的整个的种植流程当中呢 就在每个时期用什么样的这个肥料啊 用什么样的一些物质啊 我们就一定实行的一个标准化的一个管理了 所以说呢很多时候 你可能看到我们种的东西比较标准啊 口感基本上都是差不多 原因在这个地方 就是说使用的一些原料物质啊 达到标准化 对我啊 谢谢观看